斜跨整个中国,五千多公里之外,厦门对口原建的新疆吉莫萨尔,同样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北庭故城,一场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队队长郭悟带领他的团队,已在这里工作了近四年。 你把人带到这个遗址的时候,你看到这里是有这个唐代的这个典型的跟长安城一样的这个莲花莲珠纹瓦丹,莲花莲珠纹地方砖等等这些东西。 你站在这个遗址上,它是有这么一个见证,它不是空的,它是实在的。 它向大家说明新疆,至少汉代以来吧,一直在中央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它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建制。 北庭故城,始于汉,建于唐,新于园,衰于园莫名出,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重镇。 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的一处遗址深移成功,由此掀起一股北庭文化研究热潮。